佛光会 我们要靠信仰邻居 要靠活动的加强 师傅说办活动 有学习的功能 有扩大的功能 有联谊的功能 有成就的功能 有活动才有生气 有活动才有力量 这一段话 都是西云大师告诉我们 所以当有人跟你说 你们佛光会只会办活动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 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 当然你不用这样回答他 你是心中OS 你懂什么 这样就好了 因为这是程度问题 你可知道西云大师 因为有一场一场的活动 才有他接引好多好多的信徒 你看过去我就不能理解 师傅说为什么要办金剧 结果办完之后 所有那些唱金剧的人 都跪在来说 大师我要皈依 还有所有的这些一路 可能只是在看金星 就看着看着 喜欢佛光山 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演歌仔戏 我们为什么要办歌仔戏给谁看 看着看着 这忠孝结义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什么是佛教 什么不是佛教 如果能够提升一个生命的品质 如果能够 因为你听闻了 我是看一出戏或是音乐剧 佛陀传音乐剧 看完之后 我记得有个教授就坐在那边傻眼 我说怎么了 佛陀是人不是神 我终于明白了 佛陀是一个觉悟的人 我说哇教授你也觉悟了 其实你说这是办一个活动吗 它是教化 它是一个传播观念 所以我觉得它在扩大 让我们也不断的学习 然后师父说 佛陀会也不断的 让大家有参与 所以一色区一莲花是不是活动 是耶 你们要再去一色区一莲花 再开发更多的会员 现在已经解封了 大家可以开始回到 把你的这些宣讲员都安排 请谈讲师 讲师都来做分享 再把我们的一色区一莲花找回来 每个分会都开始展现你的 那一盏 那一盏无限的光 佛陀传会的生命 就是要公共的参与 要参与公共活动 然后参与佛陀会 其实各位有时候 请你们来参与一些活动 或是像这次师父的一场 这样追思 其实佛教界他们说 真的是堪称教界的典范 甚至我那天有讲到 教廷的大使 他说我好喜欢 好喜欢你们在典礼的音乐 那我说音乐是什么 原来他太爱我们的那个佛号 然后呢 是哪个佛号你们还记得吗 千华台的那个佛号 然后他说你可以帮我买那片CD吗 我说我不用帮你买 我现在马上传给你 我就心里想这个神父呢 他是大使 但是他也是神父 他每天念的南无本事 释迦摩尼佛这样念下去 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相信这也是种下 这个跟佛教的姻缘 总而言之 今天呢 这个给各位这样一堂课 在佛光会的大家庭里头 是幸福的 我说不出 大家说不完在佛光会的好处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人生这条路是不容易的 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同参道友 我们有这么多的善知识 在引导我们 我们大使给我们这么多的 法身设立 那个法宝的智慧 我们只怕我们自己不精进 只怕我们懈怠退转 不怕你在这边 你有学不完的宝藏 所以我希望各位 我们今天 这些都是师父留给我们的观念 我们现在在读的时候 就觉得 我们要像师父 所对我们的期许一样 我们如此的去落实 然后呢 成为一个三宝弟子 佛光会的典范 也让更多人要向你学习 因为你都是佛光会的干部 再次的祝福大家 也谢谢线上 所有的法师 谢谢线上的 所有各位的敬爱的佛光人 愿意播出这么一点时间 让我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跟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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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